现在手机已经很普遍了 每个人一般都有一部手机 手机的出现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而且作为手机一族 一些人不止一部手机 也有很多人频繁的换手机 除了人们洗身厌旧之外 手机寿命短也是一些人换手机的原因 那么怎样才能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呢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就是 一定要给手机的手机的手机 手机贴钢化膜 虽然贴膜会增加屏幕的厚度 影响一些效果 手感也比较差 但是它却能很好的保护手机屏幕 要是没有钢化膜 手机不小心掉地上时 屏幕就很容易摔碎 第二是尽量用原装充电器给手机充电 原装充电既快速又安全 还能更好的保护手机电池 非原装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 可能会破坏手机电池 缩短手机的电池寿命 第三 切记边充电边使用手机 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也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同时会缩短手机的寿命 手机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池的寿命 最后一点就是要给手机套上保护壳 带保护壳可以保持手机外观的美观 还能保护手机不被磕碰 降低手机被摔碎的几率 而且手机壳也十分的便宜 十来块钱就可以买到 款式种类还很丰富 能满足基础的热性化要求 其实一般手机的寿命都挺长的 基本可以使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经济条件有限 建议大家平时要好好保护手机 当然 如果大家经济宽裕 又比较追求新款的话 那想怎么换手机 都是无可或非的了 那么大家的手机使用最长的时间 是多久呢 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换手机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